柳如烟为了她的学长准备与我离婚时 出了车祸陷入昏迷 但她的灵魂却一直被困在我身边 而我装作看不见 医生说她可能再也醒不过来 她的学长第一时间撇清关系 迅速和别人官宣恋情 后来柳如烟清醒 她又重新出现 在柳如烟平静的目光下温柔深情地说 柳如烟 你终于醒了 我一直在等你 我看着ICU里浑身插满各种管子 不省人事的柳如烟 心底控制不住地 犯起一股悲凉的幸灾乐祸 你看 这就是辜负真心的人受到的报应 医生说她脑部受伤严重 醒来的几率比较小 不到百分之五 她的学长谢从周得知消息后 来到医院嫌弃地看了一眼 言语间竟是疏离地丢下一句 希望早日康复 此后再也没来过一次 她大概是忘了 柳如烟是为了她才出车祸的 半年前 就在柳如烟要和我离婚的前一天 因为电话里 谢从周的一句聚会上 喝醉了回不了假 柳如烟毫不在意 暴雨狂风的恶劣天气 开车去接她 最终遭遇连环车祸 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的时候 面对的是一张又一张 薄薄的病危通知书 没人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 一边阴暗地希望 她就这么死了也好 一边又恶毒地认为 这样死了真是太便宜她了 我不知道我想要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我只是希望我所受到的痛苦 她也要统统都体验一遍才好 可如今 她沉睡在医院里 变成了植物人 而她最爱的谢丛周 也不要她了 其实我曾在餐厅 偶遇谢丛周时 好心地提醒过她 医生说 如果她心里重要的人 多陪陪她 多和她说说话 或许醒来的几率会大一些 她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凭什么要把大好年华 浪费在一个 和我毫无关系的植物人身上 沈灵 你才是她的丈夫 该陪她的人是你 毫无关系 我无声地念了一遍这四个字 觉得讽刺至极 她让柳如烟 扔下发烧四十度的我 去陪她过生日的时候 不说毫无关系 她想要柳如烟 对我提出离婚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说毫无关系 却在柳如烟 为了她遭遇车祸 成为植物人 需要她的陪伴与照顾时 说毫无关系 我平静地望着她 谢丛周 你别忘了 她是为了要去聚会上 结合醉酒的你 才变成这样的 文言她顿时恼羞成目 大声反驳 我是提着刀 拿着枪逼迫她来接的吗 明明是她自己 一厢情愿 自作多情要来接我 运气不好 出了车祸 变成要死不活的植物人 休想赖在我身上 我不再说话 静静地看着她 那像是躲避晦气般 匆忙离去的背影 也对 要等一个 可能再也醒不过来的植物人 谢丛周当然不会愿意 我偏了偏头 目光似是不经意地 划过身侧 那抹跟了我许久的灵魂 不可置信的眼神 紧紧促起的眉心 她现在 叶峰从未关的窗户 吹进来将我惊醒 朦胧的视线里 我看见柳如烟 神情哀气地 靠在装满书记的 木质书架旁 白色的沙连十二 从她的身前轻轻拂过 困意顿时消散 我甚至忘了反应 宝石趴在桌上 半睁眼的姿势 许久后 我给医院打了个电话 得到的消息是 刘女士今天一切正常 情况并没有恶化 但也没有要醒来的迹象 镇定地挂掉电话后 我眨了眨眼 才发现她的整个身体 都是微微透明的 于是我起身 踩在柔软的地毯上 缓慢地走到她身前 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伸手穿过她的身体 拿下书架第二格的 风险投资室 拿着书转身 重新走回座椅的 短短几步里 我的情绪发生了 从惊恐到压抑 再到平静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柳如烟的灵魂 脱离身体 被困在了我身边 不仅如此 我还能听见 她说话的声音 因为当我拿起她 让律师拟好的离婚协议书时 听见她激笑了声 沈灵 你现在一定很开心吧 我昏迷不行 没办法和你离婚吗 还真是如你所愿了 她说如我所愿 她觉得我纠缠不休 抓着不放手 直到答应离婚 都是不情愿 不死心的 但事实上 我是真的打算放弃她了 高兴吗 不高兴 我也要让她不高兴 所以让她亲耳听见了 谢丛周 是如何与她撇亲关系的 走廊镜头 响起护士很轻的脚步声 我沉默地走进ICU 走到她身边 不得不承认 即使只穿了身病好服 头发软塌凌乱 脸色苍白 病态地躺在床上 柳如烟依旧是十分美丽的 浓翘的睫毛 在眼瞼下印出一抹阴影 秀气的鼻梁下 是饱满得恰到好处的嘴唇 标准的鹅蛋脸型 因为昏迷的原因销售了不少 但依旧是清纯与性感并存 不过我喜欢柳如烟 和她在一起 从来就不是因为她那张脸 毕竟 越美丽的东西越危险 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因而当我们在参加的同一场婚礼上 分别作为伴郎伴娘初次见面时 我就将她划分在了危险物品的行列 除了当她被酒水泼到后 礼貌地给她递了张纸巾外 和她没有太多接触 但孽缘来了挡都挡不住 很快我们又第二次见面 因为我傍晚在公园慢跑时 阴差阳错地救了位晕倒的老人 柳如烟的奶奶 从柳如烟为了表达感谢请我吃饭开始 我们见面的次数变得频繁起来 下雨被困在实习大楼 会恰好遇到路过的柳如烟 然后被她顺路送回家 假期被朋友拉去参加的活动 是柳如烟的生日聚会 面对点燃的蜡烛 她许愿感情顺利 巧合多了 我察觉出不对劲 于是开始有意躲避 但柳如烟不仅没有在意我的疏离 反而步步紧逼 直到我退无可退 无奈地问她想要干什么事 她才双眼含笑 语调婉转地问我 沈灵同学 我在追你啊 感觉不到吗 我不知道柳如烟为什么会喜欢我 但自那之后 她不再小心掩饰 而是直接对我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我反看过她的靠近 努力守着一颗心 可那时候的柳如烟 美丽成熟 幽默风趣 还是一心一意 只对你的那种体贴温柔 说实话 对于从未和女孩子谈过恋爱的我来说 要想无动于衷 几乎是不可能的 沦陷只是迟早的事 答应和她在一起的契机 是情人节那天 我为了谈成一项合同 在餐桌上喝了很多酒 结束后要离开时 意外撞见了在隔壁聚餐的一家人 我爸和他的情人 还有私生子 起初我并没有在意 打算装作没看见 但那位私生子偏偏要大声开口 哥 你看见爸也不打招呼吗 接着他妈也附和 是啊 沈灵 你爸还是很想念你的 一起坐下来吃个饭吧 我顿住脚步 回头看向那逼死我妈的一家三口 吃笑出声 怎么 还能吃得下饭呢 不怕我妈死不瞑目晚上来找你们吗 大概是被我的话刺激到了 她当时起身指着我 你个逆子 你闭嘴 我没有你这个爸爸 话未说完 她身旁的女人捏起一杯酒泼在了我脸上 下一秒 自我身后出现一道身影 朝她也泼了杯酒 是突然出现的柳如烟 她挡在我面前冷笑着丢下一句 用餐愉快啊 杀人凶手们 然后拽着我的手走出了餐厅 灯光闪烁的夜色里 柳如烟用纸巾紫细给我擦脸上的酒水 并没有提及刚刚的不愉快 老实说 这是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有人以保护的姿态站在了我面前 路边的情侣来来往往 不知过了多久 沉默的氛围被打破 柳如烟的语气 稀松寻常的像是问我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一样 她问我 沈灵同学要一起过个情人节呢 时至今日 我依然能想起当时心底 那颗幼苗破土而出的颤动 我望向她认真的眼底 顺遂心意决定 就她了 于是我双眼含笑地望着她 好呀 她争了一秒 忽然笑了 然后从包里拿出巧克力 拆开一颗放进我口中 期待地望着我 我亲手做得甜不甜 我笑 很甜 以后会一直这样甜的 那时候太傻太天真 以为这个以后就是永远 直到谢从周回国 我才知道以后的期限是在她出现之前 谢从周出现之后 所有的承诺与誓言都变成了笑话 我曾在网上刷到过无数条 关于白月宫的杀伤力有多强的回答 但万千个答案的细细描述 都不抵柳如烟 看向谢从周的一个眼神 很俗套的故事 谢从周是柳如烟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在她选择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并出过后 柳如烟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而我不过只是个她人生路上的炮灰 柳如烟只有一个亲人奶奶 当初她晕倒是因为胃癌 这辈子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柳如烟 所以希望能看见她结婚 我就是被柳如烟选中 用来让她安心的工具人 但柳如烟的奶奶倒是真的很喜欢我 对我也很好 我从柳如烟那里感受到的爱情是假象 她奶奶给我的亲情却是真实的 她会给我做最爱吃的桂花糕 会提前给我准备好四季的衣裳 会在我和柳如烟发生矛盾时偏向我 然后板着脸问柳如烟 阿玲能有什么错 她还不都是为了你 就连她去世前都在对我说 娶了这丫头是你说委屈了 阿玲啊 只要你们好好的 我就放心了 当时柳如烟红着眼紧紧握住我的手沉默 会的 一定会的 然后她就在奶奶去世八个月后的一场聚会中 重逢了分手回国的谢从周 发现不对劲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 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对她提起白天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后 天空出现了双彩虹 朋友圈都在发拍到的照片 据说双彩虹出现 寓意着喜事灯门 说完我问她有没有看见 她没回答 因为走神了 几秒之后 她发现我停下筷子在安静地看着她 温柔地笑了笑问我 沈灵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不重要的是 读书纳慧尔 只要遇见不会的选择题 我都能够凭借直觉 精准地猜出正确答案 我没想到 这项我从前引以为傲的技能 有一天会被我用在柳如烟身上 几乎是控制不住的 我猜测柳如烟走神的那几秒 是因为一个男人 结果也没错 是谢从周 她是比柳如烟大三级的学长 当初的柳如烟 还没有后来的那么成熟美丽 只是个在普通平凡不过的大学生 着实打不过同样喜欢谢从周 并加进优渥的白富美 所以毫无疑问的 她败了 但她大概也没想到 谢从周有一天会分手回国 而她也已经蜕变成功 似乎一切都刚刚好 曾经的分别 只是为了后来 能在最好的时期重遇 我不知道柳如烟到底有多爱谢从周 才能让她成功地 将她从我身边一次又一次地叫做 毫不在意 她已经视为人气的身份 她一句轻飘飘地想和柳如烟在一起 就足以毁掉我的婚姻 毁掉我 从最开始的怀疑 到后来的质问 再到最后的哀求与歇斯底里 柳如烟厌恶地推开我 沈灵 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恶心 那晚我在阳台站了一夜 眼泪打湿了一根又一根烟蒂 想明白一件事 柳如烟说的没错 我也挺恶心这样的自己 所以我死心了 当柳如烟又一次对我提起离婚时 我问她 在一起这四年 你有没有一刻是真心的 她不耐烦地避开我的目光 说没有 我低头沉默了几秒 平静地答应了离婚 她像是有些意外 警惕地望着我问 这次又有什么把戏 是啊 之前好几次我都是以突然生病 半路车坏了为借口 不断拖延期限 唯一一次 在我终于是真心的想和她离婚时 她却为了谢丛周遭遇车祸 昏迷不醒 然后发现 谢丛周不仅果断抛弃了她 还转头又和前任附和了 听说当初谢丛周分手回国的原因 是她的那个白富美女友和初恋暧昧不清 两人为此多次发生争执后 闹掰了 但常言道 得不到的念念不忘 已失去的后悔挽回 所以当谢丛周回国和柳如烟联系上 一次次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一步步靠近对方的时候 白富美也回国来找她了 很难说谢丛周在和柳如烟的相处中 有没有一分可能性是为了故意刺激白富美 毕竟 柳如烟曾经可是她的竞争对手了 而就在柳如烟为了谢丛周 要和我离婚的那段时间 也是白富美后悔挽回最疯狂的时候 做过很多浪漫又偏激的事 无人机道歉 花海送戒指 喝酒后自残 谢丛周静静地看着 继续和柳如烟在一起 然后在她出车祸昏迷后不久 当白富美又一次砸重金 大平道歉表白时 答应复合了 没人知道柳如烟在他们之间 充当了个什么角色 但白富美的确来医院 她忘过一次柳如烟 并庆幸地说 虽然这么想可能不对 但我很感谢那晚的车祸 柳如烟 这次我又赢了 柳如烟当时就在她身后 脸色阴沉地盯着她 却因为鬼魂的状态 什么也做不了 从听见谢丛周撇清关系开始 一直到见证谢丛周回头复合 柳如烟起初是难以置信的 后来开始怒不可遏 最终不得不认命地接受这一切 我平静地 愉悦地欣赏着她每一分痛苦 看着她开始安安静静地 跟在我身后 觉得很是讥讽 她曾经那么想和我断掉关系 那么不想再见到我 最终却不得不被迫 每天和我在一起 就像刚恋爱时那样 我们毫无保留地 互相分享每天做的事 让彼此知道对方的动向 如今 她也得跟着我每天上班 聚会 逛街 还有计划着去哪里旅游 时间久了 我开始听见她愤恨不满的声音 我都昏迷不行了 你还有心情出去旅游 你到底有没有心 一点不在乎我的死活 沈灵 是不是我躺太久 让你忘记自己已经结婚了 给我离那个女人远一点 她说的女人 是我带的一个实习生 叫夏容 在我带的所有实习生当中 她是唯一一个 不会规规矩矩叫我沈总监 而是直接联名带姓 叫我沈灵的人 也是众人中 能力最出类拔萃的一个 我其实并不在乎 他们对我的称呼 况且夏容的声音清脆干净 喊沈灵时并不会让人觉得 有被冒犯的感觉 但柳如烟不这样觉得 只要夏容出现在我身边 她都会表现出 我从未见过的一面 气急败坏的怒吼 沈灵 你是瞎了吗 看不出她的心思不单纯吗 文言我会抬头看一眼 干净明艳 乖巧礼貌 安安静静坐在一旁工作的夏容 很不理解 柳如烟你在急什么 当然 我已经不是涉事卫生的小男生 也没瞎 的确不可能看不出夏容在想什么 可爱行 性格上也是该撒娇时会撒娇 该冷静时又比谁都冷静 自我认识她以来 几乎不曾见她情绪失控 即使是同事误伤了她 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方案 她也能不急不缓地 吃完手边的早餐 再冷静地选取最快速的方法 将其恢复 或者重新再做一遍 解决完问题后 再对满脸歉意担忧的同事说 已经没事了 下次注意一点哦 我唯一一次在她脸上 看见慌乱的表情 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去谈一个合作项目 结束后她去开车 我因为酒后头疼 在包厢休息了会儿后 准备去找她 结果半路遇到一个罪鬼 明明是她撞上来的 却偏偏借酒行凶 无理取闹 拦着我又道歉 说实话 如果是刚毕业那回儿 我肯定会被吓得发猛 然后小心翼翼地赔礼道歉 可我不是 所以我会无视她 转身离开 然后在她愤怒地 想要用酒瓶砸向我的那一刻 一把捏住她的手腕 将她死死携制住 因为用力过猛 而被砸在地上的酒瓶 砰的一声 瞬间炸开来 夏荣找到我的时候 干净整洁的裙子 难得地被蹭了灰 而她还没发现 只望着我被碎片 划伤症流血的手 呼吸稳乱地对我道歉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朝她微微一笑 不晚 刚刚好 后来她买来药 给我包扎完伤口 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 我望着窗外 与其轻松地开口 夏荣 我已经结婚了 她没有任何压抑之色 目视前方随意道 嗯 我知道 但我听说 你要离婚了 这两句对话 是我们相识以来 唯一一次谈及私事 所说都是事实 更没有任何 与举不妥之处 所以柳如烟的怒气 令我疑惑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她也明明不爱我 为什么要生气 不过这并不重要 因为她的任何情绪 包括她这个人 都不会再对我产生影响 我继续和夏荣 保持着正常的同事关系 直到今天 去活动场地 检查现场的布置情况 搭建的高架突然倒下来 夏荣反应极快地推开我 代替我承受了被砸的痛苦 我没事 只有胳膊微微擦伤 而夏荣 侧腰 小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砸伤 我跟着救护车 一起来到医院 提着一颗心 终于等到她的检查结果 听见医生说 她没有大碍 只需回家休养时 接到了柳如烟的 主治医生打来的电话 也是这时候 我才突然发现在 我和夏荣一起摔倒时 一直跟在我身后 慌张急促地叫着 沈灵的柳如烟 不见了 同一时间 手机那边传来医生的声音 刚刚我们给柳女士检查时 发现她的情况正在好转 有要醒来的迹象吗 我握着挂断的电话 在原地站了慧儿 然后去了ICU 站在了仍旧闭眼沉睡的柳如烟面前 嘲讽地笑了笑 不到5%的几率也能醒过来吗 柳如烟会不会醒来 我不知道 但自那天我离开医院的半个月后 听闻了另一件事 谢从周又分手了 很久很久之前 我曾见过一条言论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所以 她的白富美女友在和她复合不久后 又和一位不知名小网红牵扯不清 且要和她分手这件事 并不令人惊讶 真正令我惊讶的是 谢从周一改从前潇洒离开 高高在上的清冷男神形象 在偌大的商场 丝毫不顾忌形象的 一边破口大骂 一边卑微祈求 我远远看着那一幕 觉得很熟悉 那是从前的我 当初紧紧抓着柳如烟 不愿放手的我 就是这样的 像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子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生日那天 我在咖啡厅遇见 说要出差的她和谢从周 相谈甚欢地坐在一起 那一刻 我整个人 犹如从头到脚被淋了一桶冰水 心脏却又像是被架在烈火上 炙烤般剧痛 不管不顾地冲过去 挥掉了他们面前桌上的所有东西 柳如烟当即起身 怒声质问我 沈灵 你疯了 谢从周优雅地笑了笑 看向柳如烟 你怎么会和这样的男人结婚啊 柳如烟 理智彻底被击垮 我抬手打了她一拳 不然和你这个毁人家庭的小三结婚吗 然后柳如烟毫不犹豫地 两手扇了我一巴掌 星田为顿时在唇齿间弥漫开 当天晚上 她第一次对我提起 沈灵 离婚吧 我曾经真的真的很爱柳如烟 所以即便理智告诉我该放手 感情上还是不甘心 舍不得 更不想让他们好过 所以最终将自己弄到遍体鳞伤 而今谢从周 也尝到我当初的痛苦了 至于她上次分手后 能说走就走 这次却是截然相反的选择 不得不让我怀疑 是因为她的退路 她的底气 她用来刺激白富美的工具 人柳如烟 昏迷不行了 闹剧仍在继续 我搅了搅咖啡 打算收回视线时 无意瞥见人群的角落 有一道须须的人影 正平静地看着发疯的谢从周 是柳如烟 时隔多日 她的灵魂又出现了 只是这一次 她没有再被困在我身边 却也不能再靠近我了 相隔三米的距离 那是她能够靠近 我的最近的位置 我以为她获得自由后 不会再跟着我 却没想到那之后 每天早上我出门上班时 都能看见她静静地 站在小区大门附近的 一棵银杏树下 在看见我的那一刻 她会下意识朝我走来 然后像是被一股大力 拖拽回原处 每一次她都会朝我走来 每一次她都会被拽回去 我不知道像她这样 孤魂野鬼般游荡在这世间 会不会也有期盼 有人能看见她的时候 但有一次傍晚 我从甜品店出来时 蛮唇笑着 朝她的方向看了过去 微睁过后 她似是有些激动地 动了动唇 看口型大概是在叫沈灵 而后我拎着包装精致的小蛋糕 一步步向前走 看着她不得不一步步后退 直到我停在她之前的位置 她看见了穿过她身体 朝我走来的夏容 自从那次意外之后 夏容一直在家休养 期间我带着花和水果 去看望过一次 并承担了所有的医药费 以及请护工的费用 她没有拒绝 只在我问她 还有什么需要时 望着我的眼睛说 一个月后 是我的生日 如今她已经康复 又恰逢是她生日 我拎着蛋糕 准确去兑现承诺了 陪她过生日 我带着夏容 往停车的地方走过去 柳如烟大概看出 我们要去做什么 隔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朝我大吼 沈灵你不准去 你回来 沈灵你回来 我毫不犹豫递上了车 看着后视镜里 柳如烟目自欲裂的模样 有些恍惚 想起一件很小的事 当初和柳如烟在一起不久后 我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 有一天晚上需要加班 我让柳如烟不用等我一起吃饭 下班后 我和同事准备随便去吃点夜宵 然而就在我刚坐上车时 柳如烟的电话打了过来 隔着手机 她的声音带着淡淡的笑意 无奈又温柔 沈灵同学 我在楼下等了你三个小时 你就这么将我丢下吗 错了之余 我在后视镜里 看见柳如烟抱着便当的身影 当即下车朝她跑过去 将她抱进怀里 问她 笑着说 当然是不敢打扰亲爱的男朋友工作啊 思绪回转 柳如烟徐徐的身影 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 直到变成一个黑点 我听见夏容问我 在看什么 我开玩笑般回答 看一场笑话 15分钟后 我们到达了预定好的餐厅 虽说是给她过生日 但夏容却是按照我的口味点的食物 我不动声色地将目光转移到蛋糕上 打开包装 顿时飘散出一股清甜的橙子味 点燃蜡烛后我捧起蛋糕 微笑着祝贺她 生日快乐啊 夏容 快许愿吧 餐厅独有的灯光柔和又昏暗 隔着跳动的烛火 有些看不真切她的面容 但我知道她在认真地望着我 然后闭眼许愿 我希望不会再迟到了 我没忍住笑出声 放下蛋糕举起酒杯敬她 那我祝你愿望成真 后来结束时九醉三分 我们漫步在江边的路上 江水倒映着辉煌的灯火 我静静地看了惠儿 然后叹息一声 第二次和夏容谈及私事 我很坦诚地告诉她 夏容 虽然我是要离婚了 但你也知道 她出了车祸昏迷不醒 叶峰将她额前的刘海 吹得轻轻晃动 她丝毫不在意我话里的意味 很是随意地将小臂 搭在岸边的栏杆上 偏头看我 直言不讳 离婚和丧偶 总归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在她这句话落下的时候 我轻易地发现了 不远处柳如燕的身影 不知道晚风 有没有将那句话 卷到她耳边 余光落过去 只见她沉默地望着我 而后像是自嘲般轻笑了下 身影慢慢消散在风里 三天后 我得到了那个结果 柳如燕醒了 比我更早赶去医院的 是谢从周 沉浸冰冷的病房里 她正温柔地 在柳如燕平静的目光下 一字一句说着 我一直在等你 柳如燕 你终于醒了 我不知道她是从何得知 柳如燕醒了这个消息的 也对她情真意气地表白没兴趣 视线划过柳如燕 那双自我出现后 就一直望向我的双眼 我转身询问站在一旁的医生 她什么时候能出院 医生谨慎地解释 柳女士刚醒 需要在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做康复训练 如果有要紧的事 我礼貌地笑笑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就是要去离个婚 我刚说完 就听见啪的一声 柳如燕挥落了 谢从周手中的水杯 在她不可思议的目光下 紧紧盯着我 双眼通红 像是气急 沈灵我才刚醒 你连问都不问一句 就这么迫不及待 想和我离婚 你看 她一向擅长颠倒黑白 有据事实 明明是她用尽一切手段 逼迫我离婚的 如今去来责怪我要离婚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听谢从周 用很轻很轻的声音 带着茫然的疑惑叫了声 柳如燕 病房一时间陷入安静 我平静地看了眼 地上碎裂的玻璃杯 无视柳如燕愤怒的目光 干脆地转身离开 只丢下一句 出院的时候通知 我去离婚那之后 我再也没去过一次医院 到时听说谢从周 每天都会去医院 具体是去做什么 我不知道 也不在意 但糟糕的是 每隔两三天 我就会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内容无非是告诉我 关于柳如燕的恢复情况 我并不清楚 这些是不是真的需要 向家属汇报 但我并不想知道 于是在那边又一次打来时 我委婉地拒绝 她是个成年人 并不需要什么情况都告诉我 下次如果不是她死了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挂断了前一秒 我听见那边响起一阵 玻璃砸在地板上的声音 以及谢从周的惊呼声 再次见到柳如燕 是在两个月后的晚上 她出院了 因为我的车送去洗了 所以和我一起加班的夏荣 将我送到小区楼下 刚目送她的车离开 我就听见身后 传来加着怒意的一声 沈灵 唇边的笑意鸣固 我转身去看 是柳如燕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 整个人消瘦了很多 薄薄的外套 被夜风吹得鼓起 路灯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站在原地没动 看着她急促地朝我走来 然后冷声质问我 这么晚了 你们从哪来 我懒得搭理她 醋没测过身 如果不是离婚这件事 我想我们没有交谈的必要 刚走两步就被拦住 柳如燕目光凶狠 咬牙切齿地一子一句对我说 沈灵 你别忘了 我们还没有离婚 我几乎是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 觉得讽刺至极 没忍住轻笑了声 低头温和地问她 柳如燕 那张结婚证 从前没能约束住你 你觉得 她就能约束住我了吗 谢从周找上我是在柳如燕出院的一个月后 自从柳如燕昏迷醒来 对谢从周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明显到甚至连医院里的护士 都能察觉到柳如燕对谢从周的冷淡 出院后 柳如燕更是以要处理工作的拙劣借口 拒绝与她见面 然后每天出现在我的公司楼下 小区门外 因为她不愿意离婚了 所以谢从周找上我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沈灵 你是故意的吧 故意找个女人暧昧不清 目的就是想刺激柳如燕 想让她挽回你 我当时刚从餐厅里出来 被她的话逗乐 一手捧着咖啡 另一只手随意插入裤子口袋里后 低眉望着她 心平气和地开口 对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沈灵你 我没兴趣听她毫无道理的指责 大步绕开她走进公司大门之后 转身去见她不死心地想要跟进来 继而被保安拦住 面对保安犹豫地询问 沈总监 她是 我笑了笑 说 闲杂人 那之后我没再见过谢丛周 倒是听说柳如燕 一而再再而三地冷落她之后 谢丛周忍无可忍 满不在乎的冷声告诉她 柳如燕 你最好不要后悔 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不久后 她就和他们公司 对她颇有好感的一位副总 签金在一起了 显然 谢丛周丢下的那句狠话 并没有对柳如燕产生丝毫影响 因为她还是一如既往的 以各种理由来见我 并坚持到 沈灵我不会离婚的 我只觉得讽刺又可笑 她当初想方设法逼迫我离婚时 大概也不会想到 有一天我们会身份调转 说出这句话的人会变成她 我甚至久违的 听见她对我软身温柔说 沈灵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她说重新开始 她让我假装谢丛周没出现过 她也没有伤害过我 所有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然后心无戒地的和她重新在一起 像从前一样爱她 我有些无奈 更多的是疑惑 最后只还给她一句话 我怎么会和你这样的人结婚啊 柳如燕 这句话大概是戳到了她的痛处 当即恼羞成怒大声道 不然你想和谁结婚 那个实习生吗 说完她又问我 沈灵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对 她要离婚是为了追求真爱 我要离婚就是无理取闹 其实自从对她死心放弃之后 我已经很久没动过过了 事业顺利 朋友在侧 生活安逸 似乎没什么再值得我恼火 直到这一刻 我的情绪再次被挑起 语言已经不足以让我泄愤 于是抬手毫不犹豫地 狠狠扇了她一巴掌 啪的一声过后是一片寂静 柳如烟的脸被打得偏向了一侧 她保持偏头的姿势许久 然后才倾笑出声 欠你的这巴掌还给你了 满意了吗 我知道你允许她靠近 无非是为了报复我 沈灵 你的目的达到了 我并不否认 我对夏荣的确有几分心动 心动的原因也很简单 有一次我因为一个棘手的项目 烦恼许久 傍晚时独自一人 坐在广场的座椅上失神 耳边是各种嘻笑打闹的声音 五彩的气球和泡泡飘来飘去 但都与我无关 就是在那样一幅画面中 一只网偶熊牵着一只气球 穿过人群走到我身边 将气球系在我的手腕上 然后给我跳了一只兔子舞 老实说 跳得并不标准 但我还是被她逗笑了 微微厚仰 望着她调侃 穿着网偶熊的服装跳兔子舞 夏荣 可真有你的 她走进几步 将头套取下来 露出一张红瀑布的脸蛋 并脚背汗尽湿 一双眼睛却是清黑透亮 视线定定落在我脸上 她说 穿什么不重要 跳什么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沈灵 你笑了 是啊 我笑了 所以原因就这么简单 她让我开心了 后来我眯眼仔细看着她 想了一会儿 问她 上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网偶熊 也是你吧 是在我和柳如烟 因为谢从周 第一次发生争吵那晚 我在咖啡厅里 靠着玻璃墙而坐 郁郁寡欢时 一只网偶熊朝我走来 隔着玻璃 给我变了的魔术 那时候夏荣还没来公司 我并不知道 那只头套下的人是谁 只记得最后 我用口心无声地 对她表达了句谢谢后 她静静地看了我几秒 然后慢慢地转身 走进人海 那之后不久 我就在公司的实习生面前 听见了她的自我介绍 你好 我叫夏荣 和前一次不同 跳舞这次 夏荣是摘下了头套 站在我面前 看了我一会儿后 低声说 你还记得我吗 我扯了车 手腕上的气球 眨了眨眼 我当然记得你 这种感情 像是一杯清爽干净的柠檬水 没有多么激动人心 也不会让人失去自我 平静而温暖 况且因为一段失败的感情 我也不至于断情绝爱 那样未免显得 和柳如烟那短短的思念 对我这么长的一生 太过重要 所以对夏荣的心动 我并不抗拒 毕竟 爱情本没有错 错的是人 而柳如烟 只是我人生路上遇见的 一个错误而已 放下了就放下了 此后种种 都和她在无关系 更不会利用一段真挚的感情 我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嘲讽地看向她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柳如烟 她的脸色在我说完的瞬间 白了几分 张了张嘴 声音里阴阴有些颤抖 也有些呀 沈玲我知道从前都是我的错 是我一时执念太深伤害了你 但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我已经明白 自己真正爱的人是你了 所以我是不会离婚的 面对她偏执的模样 我毫不在意地浅笑了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柳如烟 你也可以尝尝 所爱之人 日日夜夜心里想的 却是另外一个女人 是什么滋味了 当初她亲手扎向我的那把刀 最终还是扎回了她自己身上 柳如烟说 她真正爱的人是我 说实话 听见这句话时 我的内心没有任何波动 甚至还有点想笑 如果一定要让我付出 被狠狠伤害的代价 才能让她分辨出 真正爱的人是谁的话 那么这份爱 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 更何况 这还是建立在谢丛周 欺骗她抛弃她的基础之上 才让她产生后悔心理的 那之后柳如烟 又继续纠缠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有刻意去避开她 也没有怒气冲冲的让她滚 深夜的公司楼下 下雨的小区门口 她愿意站就站 愿意等就等 毕竟除了死缠烂打 这种低劣的方式 她再也无法介入我的生活 其实我们仍然存在婚姻关系 当她又一次找上我时 问了我这样一句话 沈灵 其实你也并没有那么爱我对不对 我不知道 她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说出这句话的 低头仔细看了看她的眉眼 我问她 柳如烟 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第二年的那个夏天吗 那个缠名声不断的夏天傍晚 我们在户外餐厅吃烧烤时 遇见一群酒后剧中闹事的人 混乱中 我替柳如烟挡下了一只刺过来的半截酒瓶 轻薄的衬衫煞势破裂 腰侧伤口流下的血 将柳如烟白色的纱裙染红了一大片 医院病房醒来的时候 我一眼就看见柳如烟满身狼藉的坐在我床边 眼圈通红 握着我的手哑声说 沈灵 别这样了好不好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你受到伤害 我当时朝他虚弱的笑了笑 别担心 也不是很疼 的确是不太疼 和后来他对我的伤害相比 差远了 回忆在沉默中进行 我们谁也没开口 耳边是他轻颤的呼吸声 最终我无奈的叹息一声 柳如烟 四年前 你在我心里无人能抵 梁酒 他似是有些艰难的开口 声音嘶哑又干涩 那现在呢 现在在你心里我是不是再也比不过他了 我认真地望着他摇了摇头 不 柳如烟 现在你不在我心里了 大概是终于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他露出一抹苍凉的笑意 开始打亲情牌 可是沈黎你答应过奶奶 会和我好好在一起的 我有些疲倦的沉默着 什么也没说 只打开手机给他看了一张照片 里面是奶奶给我留下的一封信 大概的意思是 如果柳如烟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不用有任何顾忌 离开他 别回头 我曾以为这封信永远不会有用到的一天 没想到会被用两次 第一次我没及时听劝 纠缠了很久 下起了小雨 阴沉沉的暮色垂下来 柳如烟的眼圈通红 最终什么话也没说 转身离开 不乏匆忙 背影狼狈 很久很久之前 我曾想象过被柳如烟逼迫到不得不离婚的时候 我一定会痛苦 憎恨的看着光鲜亮丽的他 然后说柳如烟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如今真的到了这天 我的情绪却格外平静 明正局相见时 柳如烟倒是又憔悴了不少 听说那天他临了长大雨后 回去高烧不退 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 大概是那场车祸 真的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时 止不住笑意 车祸后一症出现了 也不知道能活多久 婚内出轨辜负真心 这是他应得的 我请了最好的离婚律师 提交了柳如烟出轨的所有证据 所以财产划分的时候 没有让出一分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 办理手续的过程中 柳如烟始终保持坚默 直到离开分别前 他忽然出声 像是在问我 又像是在自语 如果那时候谢丛周没有回来 我们是可以一起走完这辈子的吧 如果谢丛周没有回来 他对我的欺骗 或许永远都不会被揭穿 可他对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也会永远念念不忘 时间越长 白月光在他心里的形象就越美好 终有一天 他会因为我们之间 发生了一点点矛盾 开始不断回忆谢丛周 而我 将会在被他默默比较的过程中 成为他厌恶的对象 我抬头望了眼万里无云的天空 微微笑了笑 柳如烟这场三人纠缠的漩涡 我原本不会陷进来的 是你 为了一己私利 亲手将我拽进去的 离婚后的生活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正常上班 社交 偶尔结束一个项目时 还会抽出几天时间出去旅游 除了一件事 我和夏荣确定了情侣关系 是在我离婚的三个月后 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时 我在露台上透气 有个项目上的合作伙伴走过来 向我递了杯酒 礼貌又优雅地询问 之前合作时 聊到的一部旧片子 最近我找到了原生CD 不知沈总监有没有兴趣 大家都是成年人 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我轻轻扯了扯唇角 微笑着正要开口 就听见他身后 出现一道脆声声的声音 不好意思哦 我先排得对 是夏荣 他一身明念大气的雨伪裙 漆黑的长发垂在身后 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原地 定定望着我 温婉又艳丽 夜晚的风卷来了些不知名花香 我率先打破沉默 不动声色地看了眼 合作伙伴手中的酒杯 直截了当地开口 抱歉 我喜欢柠檬水 拒绝的话点到为止 很快露台就只剩下我和夏荣 我安安静静地站了慧儿 然后微微低下头 好整以下地笑着问他 所以夏荣 我们要去看什么电影 他仰头也望着我 眼睛亮晶晶的 是格外认真的语气 去看 我爱你 我和夏荣之间的相处 没有什么轰轰烈烈 又记忆深刻的桥段 但只要想起来 却又感觉处处都是 美好温馨的情节 早上 他带给我的温牛奶 最后他煮给我的醒酒茶 运好的衬衫 配好的领带 以及每晚餐桌上 我最爱的小排骨 有时候 我从镜子里看着他 认真帮我吹头发的模样 不由地会回忆起 第一次察觉到他心思的证据 大概是同一步电梯里 站在我身后的他 透过镜面 停留在我身上的目光 一个不太清白的眼神 夏荣的心理年龄很成熟 清醒独立 能力出众 在我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 他的诉出是肉眼可见的 比我多 而我似乎除了给他提供陪伴之外 什么也给不了 偶尔我会问他 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他平静地摇了摇头 抱着我叹息 声音里带着莫名的委屈 我只是感觉 你随时会抽身离开 老实说 我在感情里被背叛过 所以即便我对他动心了 但人就会留一分退路 不会给出全部的爱意 沉默片刻 最后只能说一句 没能让你感受到百分百的爱意 是我的问题 抱歉 文言他像是示然般笑了下 语气很是认真 那我多爱你一点 将我们之间的爱补完整 我不知道我和夏荣能走多远 但在一起的时候 让我舒心也开心 我就会过好每一天 和则剧不和则散 只要自己舒服 这是我从和柳如烟 那段失败的感情里 得来的道理 再次见到柳如烟 是在我们离婚的第二年 朋友回国的街风宴上 我从洗手间回包厢的途中 被堵在走廊的一端 因为有人聚众看热闹 拥挤在一起挡了通道 我退离人群 本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一眼看见 同样被堵在人群 另一顿的柳如烟 他正静静地望着我 若无其事的一开目光 我刚抬头看清 闹剧中疯狂怒吼 像个疯子似的的男主角之一 就愣住了 是谢从周 有时候不得不感慨命运的神奇 他让我们三人 因为一场出轨狭路相逢 如今又再次在同样的事件上 重新撞上 当初谢从周和那位副总 千金在一起不久后就结婚了 不幸的是 结婚第二年 他就出轨了 一时间 我不知道是该同情他 反复被出轨的遭遇 还是该畅快于他受到的报应 但我希望他在痛苦的 每一分每一秒里 都会想起曾经有个人 因为他也这样被折磨过 后来人群散去 我和柳如烟擦肩而过时 他忽然叫了声我的名字 然后沙哑着声音说了句 对不起 我停下脚步去看 分不清他是什么表情 像是难过 像是愧疚 又像是难以克制的悲痛 我没有兴趣去思考 用着温和的语气说 我不会原谅你 并且希望你过得不好 他的确过得不好 据说因为车祸后一症 常年在国外看病 最终也只是徒劳 无论是身体 还是心理 病情都在恶化 维言他亮腔了下 在夏容远远叫了我一声 朝我走来时 极快地背过身去 莫名的 我觉得他的背影有些勾楼 还在轻轻颤抖 却是无声无息的 回家后躺在床上 我因为疲倦不想说话 拿着夏容的手机安静的 没有目的地胡乱翻着 他大概以为 是我遇见柳如烟后 想起了糟糕的往事而不高兴 所以凑过来握住我的手 温声道歉 对不起我来晚了 恰在此时 我无意间翻到他相册里的一张 十个多年的旧照片 里面的人 是我 大三大年 我曾给一名高中生 当过英语家教 他的父母离异 跟随母亲 但母亲忙于事业 除了与学业相关的是 生活中根本不会给予他亲情 他需要补习英语 也只是故意考诈 想迎亲母亲的关注 因而我的作用 与其说是辅导老师 还不如说是专门去陪伴他的 最后一堂课 是他的生日 我不知道他的喜好 就挑了个橙子味的 他没吃多少 我以为他不喜欢 没想到在课程结束要分别时 他郑重地告诉我 我很喜欢 那个学生 就是夏荣 照片是他将手机卡在翻页的课本中 偷偷拍下的吃蛋糕的我 其实当初在公司见到他的第一眼 我就认出他了 让我意外的是 他当初不仅偷偷拍下了我 还将照片保留了那么久 心间忽然颤了颤 我不知道他的那句来晚了 是指没早点走出包厢和我一起离开 还是指他没能在柳如烟伤害我之前来找我 但都没关系 我回握住他的手朝他微微一笑 不晚刚刚好 夜风清凉 月光温柔 爱人在侧 一切都刚刚好 晚安